继续带您关心的是中国的维权消息 河南村镇银行的外省级厨户被非法冻结了存款两年多 追讨存款却屡遭到暴力镇压跟抓捕 厨户就披露说河南当局堵死了厨户所有的救济途径 11月1号 数名的厨户在该省高院门口投资抗议之后还失联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11月1号 河南省高院门口临街外墙 被红色油漆喷上狗关 狼狈为奸 官官相护 贪赃亡法 不得好死等大字 4号 化名刘明渝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披露 参与涂鸦的数名储户已失联 至今下落不明 会出现如此极端的行为 这因为储户所有的救济途径 全都被河南当毒死了 有头 无路的 再没有别的办法 刘明渝表示 他们的银联卡存款 被非法冻结两年多 河南省政府勾结法院 对今年初到河南追讨存款的胡卫明 时间间欧阳云三名储户非法积压 不立案审理 还有600多名储户 对5家村镇银行提出的诉讼不予立案 因此储户冒着坐牢的风险 到河南高院屠次抗议 刘明渝还表示 他们每天都能在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 清晰可见存款余额 但被设置为止禁不出 冻结存款至今不给手续 导致很多储户生活陷入绝境 有非常多的储户 自己所开设的民营企业 资金面锻炼企业破产企业的贷款 管不起勾制的房产的贷款 管不起有相当多的储户 已经出现了家破人亡 家里的老人没有钱 是比孩子没有办法上学 2022年4月河南与安徽五家村镇银行 爆发取款南币案 上千名外省储户至今维权无门 屡遭暴力镇压和抓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斌 黄宇宁采访报导